今日话题由历程贸易暂志播出 牛头牌沙茶酱 咖喱炒酱 红葱酱 干拌面 给您家的美味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年运力主持的今日话题 对这个前总统川普的审判呢 就是封口费这个审判呢 昨天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在上星期五的时候 12名陪审员和6名候补陪审员呢 都已经选出来了 所以昨天等于是进行第一天的这个审判 这个审理啊 审理吧 在这个审理的第一天呢 当然是简便双方都要开始陈述整个的这个案情 于是检方呢 他的这个主要的一个线 一条整个的一条线索呢 就是说这个川普精心策划了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为了影响2016年的大选 但是这个川普的律师呢 就反驳说是试图影响选民 没有错 不违法 所以呢 双方主要是在这个问题上展开的 那么检方说的是在2015年的8月份 他说当时川普还没有当选 但是他是总统的候选人 已经要准备参选了 这个时候呢 他在川普大厦里边和一个小报 就是国家问讯报的这个出版商 David Packer和他自己的私人律师兼白手套 帮他处理一些私人事务的这个人呢 叫做Michael Cohen 这两人呢 一起等于是会面了 那么在那次会面的时候呢 据检方说他们就定了一个计划 就是说在竞选期间 凡是出现对这个川普不利的 一些负面的 尤其是带有花边性质的这些报道呢 他们就设法要等于是买下来 买下来之后呢 给他压下来 就是不让他们让民众知道 否则的话可能会对这个2016年的总统大选 产生不好的影响 今天早晨还有一个小的插曲 因为本来呢是要正常的时间开始审理的 应该是11点吧 但是法官要求川普的律师 还有就是简编上方的 在9点多的时候就要去 要对另外一个事情 先要聊一聊 就是川普有没有违反所谓法官给的 一个叫封口令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从封口费到封口令 所谓封口令就是 这个案子在审理期间 你不可以在社交平台啊 在一些公共场合呢 来侮辱这些 比如说法官啊 还有证人啊之类的 因为你这样的话说出来以后呢 会影响对于这个案子的审理 尤其是如果当陪审员 他们要是看到的话 是不是影响他们做出一个公正的裁决来 那么现在呢 检方就提出来 一共有11次川普违背了法院给他的封口令 有8次是在他的社交平台上 有2次是在他竞选的网站上面 有一次是他在公开发表的声明当中 要求罚款一次1000美元 一次1000美元 这个是法庭设定的 不是针对川普 就是说你要是违反了法庭的 它叫gag order 就是不让你讲的话 你还讲 这个就要罚款 当然如果你继续讲呢 就更麻烦 为什么 接下来的麻烦就是叫做临时拘留 藐视法庭 就收押了 你就藐视法庭 那我就把你关起来了 尽管这个案子还没有判你有罪 但是就这个已经构成关押了 所以这个比较麻烦 而川普这个人呢 他不吃这一套的 他特别是愿意 为了这个他付出多少代价呀 就是那女作家的事 对不对 本来案子已经结了 还是在外面的CNN接受访问的时候 说了一些话 最后又赔了8000多万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他说了些什么呢 多数的媒体也没有再去转载 你没觉得这等于是帮他传播嘛 但是有一个媒体呢 是说他骂了脱衣物娘 Stormy Daniels 和他的前私人律师 Michael Cohen 是叫做Sleazebacks 这个是英文当中呢 比较难听的一句话 就是烂货 说这两个人是烂货 那这样的话呢 就构成了对叫所谓证人的侮辱 因为那两个人都是证人嘛 所以这个事情看看 等一下就知道了 怎么裁决 因为在开庭以前 法官应该能做出这样的一个裁决来 那这个裁决 如果陪审团知道了 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12个人 七男五女 构成了这12个人 他们不是普通的12个人 但是他们是普通的12个人 这12个人全是来自于曼哈顿 他们所不普通的地方 就是他们在目睹历史 在他们眼前发声 其他人看不到 因为不允许电视转播 整个的过程 我们外人只能看事后的报道 可是他们分分秒秒在这儿 除了目睹历史 他们将裁决历史 因为最后他们投出的那一票 决定的这个前总统 他的命运 甚至是否有可能 在监狱当中度过一段时间 他们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背后呢 还有很大的技术含量 怎么挑选这些人 这个里面 除了律师的法庭的经验以外 他要各案处理 不同的案子 要不同的陪审团 不同的成员 他要研究这些人的心理 我们给大家介绍 这12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求你 也作为 不管是检方还是辩方的律师 你来判断一下 这个人会投出一个什么票来 这个人对川普是否有利 对 这12个人能挑选出来 说实话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在这过程当中 已经不知道筛选了 剃掉了多少人了 然后其实最早的时候 还有两个人也挑选进到陪审团 但是后来在第二天的时候 又被法官给删除了 这是三方 一个是法官 一个是检方 一个是辩方 都有可能去删掉 但是这个删 顺便告诉大家 不是无限的 各有10个 对 到了第11个 你再不喜欢他 你也不行了 你也得要他 对 他这个10个呢 是叫做 你不需要提供任何理由 对 就可以删除 这是检便双方的检察官和这个辩护律师 都有10次机会 然后如果这个过了这10次机会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提出一个适当合适的理由 大家都认为说你这个理由是可以成立的 你才可以去 这就很难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稍微麻烦点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 这个第12名陪审员呢 是一个女性 她是一个物理治疗师 这是就这么一个职业 你看她这个挑选陪审团的时候呢 她特别注意问的是 你的新闻来源是从哪得到的 这个挺有意思 就说你是从微信上得到的 还是从这个社群媒体上得到的 还是看一些比如说电视台 哪些报纸 这个是挺有讲究的 所以呢 我看了看每个人的这个新闻的来源啊 都不太一样 但是呢 大部分的人似乎从比如说是电视台 或者是什么纽约时报之类的 得到新闻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大 对这个第12号女性呢 她看的是CNN 我要是川普的律师 我一看你看CNN 我立刻就把你踢出去 因为CNN是专门以批评川普为容的 是什么为主的这么一个媒体 但是再一看她还喜欢体育 嗯这个有点意思 再一看哦 她经常听播客 她听的都是有基督教信仰的这样的播客 宗教 哎 来 要她 喜欢什么运动啊 喜欢划那个橡皮艇 嗯 好 这第12号 再看那个11号呢 也是一个女的 这11号呢 她是在一个服装公司工作 然后同时呢 来自于加利福尼亚 哦不要 加州这么大民主的地方 不要 哎 等会再看看 她看的是晚间新闻 哦晚间新闻就各大电视新闻榜的晚间新闻 嗯可以考虑啊 喜欢旅游 嗯 特别喜欢在纽约啊 研究这个城市 她们来自加州嘛 嗯 好再看那第10号 第10号是个男的 这男的是干什么的 是做电子商务的 嗯 来自哪儿 俄海鹅 我要啊 俄海鹅这个是保守的州 我现在是站在川普的这一方 她说啊 俄海鹅要 你看什么新闻呢 听着啊 不看 本人不看新闻 那 如果你真的要想了解一些什么事情 你看哪 人家回答了 纽约时报 哎呦 这我得考虑一下 纽约时报对川普是一点都不友好 那你还喜欢什么呢 我喜欢动物 嗯 左派 我这是开玩笑哈 因为一般的来说 对于左派右派的 有一个鉴定就是动物保护嘛 对不对 动物保护那些人一般是左派 尤其是那种什么爱护动物协会啊什么 就左派的人稍微多一点 这是这么一个人 那等会咱们再看第9号 欢迎去收听有中讯和高年为你主持的金融话题 这段时间跟他讲的呢 是这个川普的封口费的这个官司呢 现在在纽约的法院正在审理 那么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12个陪审员 因为他们将会决定这场官司 下来之后 这个川普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 所以非常关键 当然具体的情况大家都不会知道 因为要保密嘛 保护这些人的公正的做出裁决 同时也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所以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男的是女的 我们知道他是这个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知道他的爱好是什么 知道他从哪儿获得新闻 或者了解这个外部的世界 好 接下来这个陪审员呢 他是一名我看啊 女性 这个呢他是做什么呢 他是做这个讲话治疗师的 对 有人口急啊 有人反正出现这个讲话困难或者障碍的人呢 到他那儿去他可以帮助治疗 那么他的这个新闻来源是纽约时报和这个TikTok 然后呢还有一些社群媒体 那么他是说对政治一般来说不是很感兴趣 当然他说我并不赞成川普的所有的这个决策 或者是决定政策 但是呢对他个人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正面或者负面的这个印象啊 所以呢他是说 他是可以比较公正的来解决这个案子 或者处理这个案子呢 他是喜欢业余的时间就和朋友待在一起 或者是看看电视啊 去餐馆吃吃饭之类的 好 下面一个 8号了吧 8号陪审员呢 这是一个男性退休了 那么他的这个新闻来源呢 是BBC CNBC这些地方 他退休之前做什么呢 做财富管理的 所以他应该是和有钱人或者是超级富豪 大交道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他的 你看他的这个 哈比啊 Flying Fishing 这个呢 Fly Fishing这个是有钱人 一般来说是有钱人 我记得好像大法官什么的 有的时候也去做这个事情 站在水里甩杆 而且一般都是坐着直升机 私人的直升机到那个小木屋里边去 这种 然后他也做一些瑜伽呀 冥想啊之类的 那他的这个 政治理念呢 就是说他基本上不太考虑政治 他是自己这么说的 第七名候选人是一名男性 他是一个律师 他这个有意思了 他是说他的政治理念和川普的几乎一样 但是他说从个人方面 他没有什么就是特殊的东西 他没有什么对川普格外的赞同啊 或者是什么 但是政治方面 他是和川普的理念一致的 那么他的新闻来源是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 喜欢的时间呢 主要是户外的一些活动和自己的孩子一起 第六位候选人呢是一名女性 陪水员是一名女性 他是表示他在政治理念上宗教信仰方面是和川普不一样的 是不同的 但是他说这个并不影响我作为一个公正的陪选员 那么他的职业呢是一个软体工程师 然后是地地道道的这个纽约人 他的新闻来源是从这个TikTok啊Facebook啊这些 当然还包括纽约时报 喜欢滑雪 那么第五位的候选人呢 这个陪选员呢也是一个女性 他是说这个他是在一个特许学校里边做老师啊 然后呢也是一个地道的纽约人 那么他的这个新闻来源你看很多这些 可能年纪比较轻吧 他的新闻都是从什么Google啊TikTok啊这些地方来的 他基本上不读报纸 他不看报纸 然后呢他是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吧 然后第四号我们就 第四号是个男的啊 他呢是说了我对川普并没有特别强烈的任何的感觉 我的新闻呢人家回答很巧妙 东一点西一点到处都有 第三号呢是一个男的律师来自于俄罗冈州 他说我看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 第二号呢男的啊 他是一个做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银行家 喜欢音乐和户外的散步 最后那个第一号陪审团 这个意思他是来自于爱尔兰的 但是呢他是美国公民了 居住在这个地方 他是做销售的 他看纽约时报 他看福斯电视台 然后他喜欢MSNBC 那么问到他对于什么爱好 特别偏爱的时候 他是户外运动 看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次很多的这些陪审团员都是喜欢户外运动 那么一个喜欢户外运动的人 比较多的是左派还是右派呢 这个问题咱们慢慢地再发现吧 谢谢大家